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 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不想生病就搞定自律神經 我相信一般人都知道 什麼是中樞神經的疾病 好像腦中風 或者是都會知道 周圍神經系統的疾病 好像面部神經麻痺 坐骨神經麻痺 但是什麼是自律神經 為什麼會失調 怎麼去醫治呢 好像不太知道 是啊 可以這樣說 其實大部分人都聽過 神經系統的病 正如你所說 中風 坐骨神經痛 但是自律神經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人知道 可以這樣說 很多醫生 其實都不太知道 因為他們都不太知道 所以因此很好 經常疏於防範 延就醫診斷的錯誤 是經常有出現的 自律神經失調 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現代文明人的通病 因為現代的人太過忙碌 太多壓力 不知不覺做了身體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今次我們所跟大家分享的資料 其實是來自一本 是一位台灣的醫生 他是叫做郭玉祥 一個精神專科的醫生 這本書就不是一個翻譯書 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他自己寫出來的 裡面的資料其實相當好的 我覺得是跟大家 今次所以我們會做更詳細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袁醫生 那什麼是自律神經失調 那些人經常都在那裡 什麼肩頸痛 胸好悶著 呼吸不到氣 又說什麼心跳加速 那些其實 會不會是自律神經失調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不同的 就是古靈精革的感覺 那些人說 我的手指 好像有一種熱流的感覺 有時麻 有時熱 有時覺得酸酸 那樣 雖然也不太明顯 但經常都有些感覺 那些人有些人說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心跳加速 呼吸不暢順 感覺不能呼吸 心煩氣燥 那表面上 你看來沒什麼事 檢查也檢查不到 那醫生跟我說 沒什麼事 很健康而已 那其實這些 所有很多人的經歷這些症狀 其實就是自律神經失調的人 心中裡面說出來的 那自律神經失調 這是一個醫學的 就是一個名稱 一個診斷的名字 那其實到底有多少人 是真的所謂自律神經失調呢 在美國的統計下 報告就說 大概有4%左右 但其實呢 每一個人 或多或少 都會有這些 自律神經失調 這些無病 那很多人說 那自律神經系統 就是剛剛你所說 我們所說的症狀 其實很多 都千變萬化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 自律神經失調 可以說是一種 千面女郎 其實大病 細病都是它的 那 他們會用不同的姿勢出現 在不同的人身上 那它也都會千變萬化 令人觸摸不定的 在某個人的 譬如甲身上 可能出現肌肉痛啊 耳鳴啊 肩膀的僵緊啊 在身上呢 也都可能變成 眼睛疲勞啊 皮膚發揚啊 在丙身上呢 搖身一變呢 成為頭昏腦漲啊 心跳加速啊 呼吸困難啊 困擾很多人的失眠啊 情緒低落啊 那個注意力不集中啊 甚至是肥胖的問題呢 都可能是 是因為自律神經失調所致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就是對每一個人來講呢 自律神經失調呢 導致的症狀 可以說是天差地遠的 所以造成的影響 和程度呢 也都沒有辦法一概而論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說自律神經 有一種 就是標準的文明病了 在文明 現代文明社會 常見一種的疾病 還有自律神經 遍及身體各個的器官 所以一旦失調呢 其實沒有辦法發揮正常的功能 絕對大大細細的毛病 就會走出來的 比如頭痛啊 眼睛痠啊 肌肉冤痛啊 等等這些 所以一種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骨牌的效應 照你剛才所說 自律神經失調是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是千變萬化的喔 那可不可以具體一些 有些什麼器官 有些什麼的症狀 可以告訴我們呢 其實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 我相信呢 如果我說出來呢 大部分人都會認同的 正我剛才所說呢 其實大部分人呢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的 例如在症狀方面呢 焦慮不安啊 注意力不集中啦 記憶力降低啦 例如在頭部啦 例如在頭部啦 頭痛啊 頭重啊 偏頭痛啊 眼睛方面啊 疲勞啊 掌不開啊 流眼淚啊 或者視力模糊啊 耳朵方面呢 耳鳴啊 耳塞那種感覺啊 口腔啊 感覺口乾啊 口腔痛啊 或者味覺異常啊 在喉嚨方面呢 喉嚨發養啦 咽吞困難啦 喉嚨有種異物感啦 和壓迫感啦 呼吸系統方面呢 會有呼吸困難啦 有種缺氧的感覺 那心臟方面呢 心跪啊 喘氣啊 空悶啊 惡心啊 胃部發熱啊 胃部靜亂啊 消化系統方面的 器官呢 譬如胃股羊啦 腹脹啦 便秘啦 輻啦 輻啦 消化不良啦 鼻尿器官呢 譬如貧尿啦 那個殘尿感啦 安不清那種感覺啦 還有排尿有困難啊 在 神臟器官呢 譬如外陰部的痕癢啦 揚慰啦 心理不順啦 在肌肉的關節呢 譬如肩膀酸痛啊 肩膀僵啊 以及關節無力 四肢方面呢 會感覺四肢麻痺啊 發抖發難啊 指間有一種電流感啊 或者感覺遲鈍啦 皮膚方面啦 汗腺方面呢 是手心腳底很多汗出的 有些人直接滴出來的 食肉方面呢 就不想吃東西啦 或者吃東西吃到 哇 過份地吃的 那全身方面呢 就整天好像很累啦 很容易疲累啦 分緩啦 有種飄浮感啦 失眠啦 淺眠啦 還有呢 發熱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 一般我們所看得到的 很多人很多人經歷的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的症狀 演員醫生 那照你剛才所說 治療神經失調 是不是一些小問題呢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看啦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吃一點點藥啊 敷衍一下就算啦 那其實呢 如果不正視治療神經失調的毛病呢 其實那個困擾呢 會是無窮無盡的 譬如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經常說健康最大的殺手呢 又是什麼呢 癌症啦 是 憂鬱症啦 可以這樣說呢 癌症呢 已經可以說是十大死因的排首位 最近香港都聽到啦 那個腸癌已經成為第一大殺手啦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呢 癌症 比較癌症來說呢 其實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最大的健康殺手呢 其實是 治療神經失調症 嗯 因為呢 治療神經失調呢 對人人身健康的影響是全面的 是 包括心理啦 和心理啦 外在和內在啦 癌症也好 抑鬱症也好 其實呢 他們和治療神經失調呢 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那 我們身體本來都有自己 醫治自己的力量啦 好像感冒的時候 或者外來的所謂細菌啊 病毒啊 在這裏 即是 在這裏 進入了我們身體啦 那免疫系統呢 他第一個時間呢 就會起出來反擊他的 所謂英勇那些白血球戰士 會發揮最大的努力呢 和那個敵人周傳啦 對抗企圖 將敵人趕走他啦 那最終呢 就獲得最後的勝利 其實大治療神經系統呢 其實都有具備自我調節的能力的 不過呢 就好像免疫力呢 不見得每次都打贏 戰性感冒的嘛 是吧 病毒一樣 治療神經系統的調節能力呢 其實都有的限度的 那當治療神經失調呢 其實治療神經呢 正在和你發出的警告啦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要留心聆聽啦 還要積極面而對 就不是置之不利的 那小心呢 有朝一日呢 你那個治療神經系統 大發動大罷工呢 那對健康是一種 全面性的影響的 嗯 講了那麼久 究竟什麼是治療神經呢 其實治療神經呢 是心理中 用來保存能量 平衡內在環境的神經系統的 其實身體有兩大系統 就是維持體內的穩定啦 那一個是治療神經系統啦 以及內分泌系統的 那這兩個系統呢 有大家互相幫忙啊 制衡的特性 那治療神經系統呢 屬於人體的神經 所謂騙及全身啦 控制體內大小器官 那當治療神經系統 穩定的時候呢 身體各個器官的功能呢 就自然就跟著穩定了 其實呢 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呢 人生的神經呢 其實可以分成兩類的 一為體性的神經 一為治療的神經 那在神經系統裡面呢 其實它都屬於叫做 周圍神經系統的 就是體性和治療 好了 體性神經和治療神經 其實有什麼差異呢 如果我們將大佬當作一個老師 那將神經當作一個學生呢 那體性神經呢 可以這樣說 老師眼中的聽話的好學生來的 而那個治療神經呢 是屬於令人傷腦筋 不受控制那一班的 那即是可以這樣說呢 體性神經是大腦可以管得到的神經 而治療神經呢 是大腦管不了的神經的 那你聽到這裏 你看有些懷疑了 那即是人體怎麼可以 有些大腦管不了的地方呢 那你自己想一想吧 有一種特殊的情況之下呢 你突然感覺身體不聽過 不聽你洗的 甚至令你很生氣的 那我身體搞什麼啊 好像和我作對那樣 那如果你記不起呢 就給多一個提示 有時候你當你緊張呢 會不會心跳加速呢 會啊 有時候呢 那隻嘴角呢 不斷地緊張到很抽搐 那樣的 或者頻頻呢 和自己的心臟在那裡叫 哎呀不要緊張啊 不要緊張啊 但是心臟仍然都是 頻頻的聲音 跳過不停的 那那個面部的表情 亦都一樣不受控制 其實呢 估不到自己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經驗呢 其實呢 這一切都是自律神經系統作頌 即是大腦都估不到的 最佳的例子的 那自律神經呢 亦可叫做自主神經 因爲叫做自主神經 因爲叫做自主神經 那呢 那呢 那是望文新義了 那看到呢 即是自動作用的神經 那自律神經呢 和自己的意志是無關的 當受到外來的刺激呢 或者來自身體內部的情報的時候呢 自律神經系統呢 就會自動地發出的 即是作出的反應的 那譬如在你吃東西啦 那感覺那個腸胃 是不是開始進行消化和吸收啊 那這些動作 用不需要讓你大腦 要下達指令 哎 開始消化 其實是自己做的 是吧 那這就是自律神經的功能 譬如來講 譬如當下 韓鬧雜說一下 最近在香港這幾天 開始今天動得很厲害 那冷風呼呼吹入 濕淋的空氣呢 令到突然之間打個凸 是吧 那跟著呢 就是那個起雞毛 那其實我們能不能夠控制身體 哎呀不要震了不要震了 又不要起雞毛 其實這些反應呢 很自然 是很自然的 所以叫做自主神經 即是自己作主的 不用你講什麼的 好了 那主要神經系統呢 是有兩部分 要是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 兩個形成的 而兩個作用呢 通常都是相反的 是會配合身體的狀況呢 互相相互來調節的 好了 那當然呢 如果我們在那個神經系統 我們看回那個部分 那個位置呢 那你可以看到膠感神經 在脊椎的胸部 和腰部為中心 那作用呢 在皮膚啊 血管啊 內臟的 而副膠感神經呢 就在那個 腦神經 尾哨 即是那個頸的部分 還有呢 那個脊椎下方的 鮮椎 我們叫做 即是腰下面那裡為主的 即是那個分佈走出來的地方 是脊椎走出來的 那作用呢 在身體的各器官 兩者呢 都分佈下這方面的 兩者都有的 加感神經 苦加感神經 分佈是心臟啊 肺啊 食肚啊 胃啊 腸啊 肝臟啊 腎臟啊 膀胱啊 身體器官 其實全部都有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治療神經系統呢 到我們呱呱落地 一開始呢 就幾個密密運作的了 24小時 因而365天 其實不會停的 不會停的 我們處於任何的狀態啊 緊張啊 亢奮啊 或者放鬆啊 休息啊 其實都是工作中的 那麼 還有呢 在治療神經系統呢 都會看到 體性神經系統 交互作用呢 令到我們那個 心理的那個 機能呢 是能夠有正常的運作的 那麼 大家也有聽過啦 就是 治療神經系統 和一種 和那個 我們所謂叫做 急驚風 即是有些什麼 突白的事情呢 那就治療神經系統 會出現的了 那麼 而那個 附加感神經系統呢 附加感神經系統 附加感神經系統 就是萬囊中的 那麼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身體緊張的時候呢 我們身體呢 會那個腦子呢 就要想事想得特別快啊 啊 肚子又不會餓啊 消化可以全部抑制了那個 那個消化力的分泌啊 那你沒有餓的 但當你的工作完成了 順利結束了呢 緊張的情緒呢 就慢慢地消退了 那麼 輪到那個 所謂的 萬囊中的呢 的附加感神經登場了 那麼運作之後呢 你開始會覺得 鼓鼓聲啦 要吃東西啦 要去啊 即是可能要去啊 去relax一下 去relax一下 那麼簡單來說呢 那麼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身體的作用呢 一個是負責呢 是踩那個油門的 一個呢 是負責是踏踏的 鞋子 那就可以看到了 那麼 好了 那麼我們也有時候會說啦 那麼其實膠感神經呢 我也都叫做 叫做 Fight or Flight 即是 一是打仗 一是逃跑的反應 而副膠感神經呢 是休息 和安眠的系統 我叫做Vegetative 休息 那麼其實是兩者呢 即是相互來響應 就是發生不同的作用的 那自律神經系統 和情緒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呢 自律神經系統 和情緒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麼 因為自律神經呢 都會因應各種的 情感的刺激 而產生作用的 那麼 譬如呢 當你受驚嚇的時候呢 那人會不自主 對心跳加速 是吧 就是臉色白青呢 那這個就是 加緊神經的運作的 那麼 那麼很多抑鬱症的病人呢 都不弱而同 有種治療神經 失調的問題呢 就好像彷彿 好像同時出現一樣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是長期飽受 治療神經的失調的人呢 很多時候也都有抑鬱的傾向的 那麼當然了 很多時候 那些人呢 就會吃抗抑鬱的藥 來補助治療啦 那 其實 不論我們在處於什麼的情緒 其實都有相對應的 治療神經的反應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希望 治療神經系統能夠維持 一個最佳的平衡的狀態呢 其實呢 我們必須盡量保持自己 保持平穩的情緒 是 咦 那治療神經 和免疫力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 治療力啊 免疫力啊 那這樣 那其實治療神經系統 和那個免疫力呢 其實是怎樣的關係呢 那其中的關鍵呢 就是在白血球那裡 那白血球裡面呢 有兩大的成分 那分別是叫做 叫做 粒細胞 和臨巴球 那粒細胞 那種白血球呢 是大概佔60%的 白血球裡面 而那個臨巴球呢 是大概佔95% 那兩者加起來呢 總共大概佔95% 那 那這兩個高比例的成分呢 通通呢 是和那個治療神經有關的 譬如 粒細胞呢 和膠感神經有關 而那個臨巴球呢 就和那個 副膠感神經有關的 好了 當那個治療神經 那個膠感神經 活躍的時候呢 那會促進 我們那個腎上腺素的分泌 譬如那個 這個 此時 那個 那粒細胞呢 就會增加素量 和活化的反應 反而 反過來呢 當治療神經系統 腐膠感神經 加活躍的時候呢 身體的 會分別一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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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懂得 那就會變成呢 一種叫做臨巴球的增加素量 就是活化的 那大家知道啦 白血球是我們身體裡面的 保護身體 免疫 免受到外來的病毒細菌 入侵的健康的小士兵來的嘛 是啊 那粒細胞和臨巴球 其實是兩大重要的功臣 不過它各有各的作用的 譬如粒細胞呢 宣長是對付什麼呢 是一些好像真菌啊細菌的 體積較大一些的細菌的異物 而那個臨巴球呢 宣長是對付一些 較微小的異物 譬如病毒啊 和那個癌的細胞來的 那自律神經系統 和大腦有什麼關係呢 我剛才都說了 自律神經系統 是自動起作用的 其實不受大腦的管制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了解 其實腦呢 其實包含四大部分 分別是大腦 小腦 間腦 和那個腦幹 那我們看到呢 那大腦呢 就有新皮質 和舊皮質 間腦呢 就包含了叫做 時休 和下時休的部分 那腦幹呢 也都包含了 中腦 橋腦 和延腦 然後呢 就是透過向下的 發生的結構 就幫助我們 即是發揮不同的功能 功能 那照腦神經系統的作用 和大腦的新皮質 大腦的舊皮質 下腦 下腦 下時休 就是間折 直折的關係 譬如大腦的新皮質 又叫做大腦的新皮質 是 是腦部的CEO 統籌的 統籌的抽象的思維 和理性和邏輯的思考 那對於外界的刺激呢 會做出理性 或者知性的反應 那負責掌管 語言 計數 學習 和知覺等層面的活動 所以我們叫做理性的腦 那大腦的舊皮質呢 就稱為大腦的邊緣 叫做邊緣系了 那在人腦的演化過程中 大腦的邊緣系 比大腦的新皮質的系統 是更早形成的 那所以大腦的邊緣系 對外界的刺激 反而是直接 譬如去對食慾 性慾等人性的 所謂本能的相關 就是掌管的憤怒 快樂 悲傷等情感情層面的活動 那也都可以叫做感性的腦 那大腦的身皮質系 和大腦邊緣系 都由智慾神經系統作用 有間接的關係 那下腦 下腦的一部分 其實是智慾神經系統的上肆 直接支配智慾神經系統的作用 是跟智慾神經系統有直接的關係 那好了 我曾經所說的 腦的不同的部分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了解到 那譬如我先看看 大腦身皮質系 和大腦邊緣系 和下時休 是怎樣跟智慾神經 發生關聯呢 譬如在一個天和日麗的地方 你在一個鬧市裏面 就在那裡逛街 這樣走到這樣 就突然之間有一棟 是剛剛在建樓施工的大廈裡面 突然間 突然間 牆上的瓦瓶 突然之間 跌了你在緊緊兩三步的前面 那你當時你的大腦身皮質 就會立刻告訴你 不安全了 快快脆脆 然後遠離這個地方 那於是 三步兩步 索一步緊緊離開這些危險的區 那你就安全了 不過剛才發生的事 真是驚險萬分 那你的大腦邊緣系 就直接受到外部強烈的刺激 就感受到驚恐 於是發出指引 叫夏時休 就告訴你這種感受 夏時休一接到指引 就會被交感神經活躍起來 所以你就會 哇塞一層 飄冷汗 其實面色都微微的發青 發青發白的樣子 那即是 我們看到 首先就是這個 治療神經系統 受到夏時休的支配 而夏時休 也都接收到大腦邊緣系的指令 大腦邊緣系 又受到大腦身皮質系的支配 三者就是這種的關聯裡面發生的關係 那情緒的反應 會影響治療神經的作用 就在這裏 你看到 即是 那個大腦 就接收到一個理性的 即是害怕 那當然 大腦邊緣系 是一種很直接的 一種這樣的反應 那 而那個大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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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系統 和治療神經系統 有這些 很清晰的關係 對 OK 那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不想生病 就搞定治療神經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來今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的題目繼續是 不想生病就搞定治療神經 剛才袁醫生在第一節介紹了什麼是 治療神經 那其實造成治療神經失調的主因是什麼呢? 其實治療神經失調的最主要的 形成的因素是環境壓力 和一個天生的性格 是導致的 長期的環境壓力 大家都可以知道 現代人類的生活是很忙碌的 是 凡事都要講求速度 效率 然後忙著 好像同時間在賽中跑 一方面有跟對手競手 除了工作 還有家庭 經濟 人際關係 四方八面的壓力 是煩惱 是比比皆次 隨時可以見到的 當然適當的壓力 可以說是需要的 是刺激人類的潛能 最佳動力 我以前也有幾輯是說壓力的 適當壓力 處理得好是可以的 但當壓力超過自己能夠承受的程度 就很容易引發自助神經失調 即是像一個象根菇一樣 適當的情況 可以維持好的彈性和功能 但如果是將象根菇 拉到斑斑的情況 長期以來 這個象根菇 當然會慢慢失去彈性 失去原有功能 所以除了長期的壓力之外 當然性格通常也造成人類的 自療神經失調的關鍵因素 因為有些人 可以這樣說 是太生奔於前面 是面色面不果容 即是有些人面對壓力 總是一派從容 大戰兵來漲擋 水來吐掩 這種豪慢的姿勢 綁回到天地來 都難拒不到 有這種性格和態度的人 除非是心理上的其他問題 其實這些人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心理的因素 影響心理 導致絕路神經失調 但有些人是剛剛相反的 不要說太山奔於眼前面不改 就算一小小石頭掉下來 都會嚇到驚天凍地 任何的風吹素倒 都會令到它是產生焦慮 少少壓力都劈不開 即是回不了 當抗壓力不足 又苦於無支援的時候 無似宣說的情緒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到很容易走上門 其實治療神經系統失調 可以說有三大類型 會引發 第一個 因為體質的影響 第二是壓力造成的 第三是精神所致 什麼是體質型 這是體虛的人 有些人是治療神經失調症 是很容易出現 那些叫做體質虛弱 大家都知道 其實體質虛弱 其實是治療神經系統 比較容易搖亂 例如有些人小時候 嬰兒小時候 都很容易受驚 容易受驚 容易發燒 肚瀉 幼兒時容易暈車浪 青少兒時有貧血症狀 或者有嚴重的精前症候群的女性 這些人通常 陷入治療神經失調症 的機率活率是比較高的 這類人當然需要調節神經作用 令他的功能恢復才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很多方法 待會我會和大家分享 如何調理它 總一型就是壓力 大家受到壓力 引發神經系統的失調類型 所以這樣說是最多的 最多人都是因為壓力關係 當然不是所有受到壓力的人 都一定會出現 就是神經所說 其實只當是壓力 令到一種無法忍受的一群 即是能力不足的時候 這才會導致問題出現 但當然這應該是最多的 第三類型就是精神型 這是什麼 太有限 就是有些人 退休了 就是那個子女 離開了家裡的長輩 都很多時候會屬於這一類的 那如果你說 這類的人 就是生活壓迫 追著跑的人 太忙了 而這一類的人 就因為太有空 太過空 沒事做 沒事做 就好像生活上缺乏了寄託 失去人生的目標和重心 每天睜開眼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那些情況可能形成一種潛在的精神壓力 那當這種壓力 即是長時間存在 情況 就有沒有改善 那治療神經的運作 是很容易搞到不平衡的 那當然 我們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那個節奏 我們生活的節奏被打亂 那功能很容易搞亂 那譬如有些人 長期熬夜 日夜顛倒 作息不正常 也是破壞 那治療神經 那個最主要的原因 那當然 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 也都會導致那個治療神經的失調 那 有種情況 有些人說 如果你是太過理性 就是太過理性 都不變的 都會造成治療神經系統的失調 那 那你記得 即是我們那個理性的腦 大腦的身皮質系 以及大腦的感性 那個大腦的邊緣系 以及治療神經 是受著下士優的支配的 而下士優負責 是接收大腦邊緣系 所傳過來的訊息 作為分配 治療神經系統反應的依據 而大腦的邊緣系 亦都受到大腦的身皮質的支配 那當理性 即是常理性腦 太過強勢的時候 正會導致下士優 都不知道有怎樣去回應 那最後功能就會搞亂了 那即是說 即是當本能和慾望長期被抑制的時候 其實治療神經系統 亦都會失調 那這個就跟那個下士優 合作出現不協調的情況有關 的 袁耳先生 你剛才提過 人體有兩大系統 是維持體內穩定的 一個是治療神經系統 另外一個是內分泌系統 那其實他們兩者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內分泌系統和治療神經系統 其實都受制下士優的控制 就是腦的一部分 下士優也會影響腦下垂體 腦下垂體 是位於人腦底部中央的位置 其實實際的體積 是好像紅豆那麼大小 但對人體的運作 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力 這個腦下垂體 會分泌很多種的荷爾蒙 譬如生長的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促腎上腺的皮質素等等 其實它的分泌物質 會藉由血流 運送到身體其他內分泌的腺體 例如甲狀腺、腎上腺、性腺 這些腺體接受到刺激之後 就會繼續分泌多種荷爾蒙 譬如甲狀腺素、腎上腺素 好了 其實我們研究知道 內分泌系統 可分泌出來的荷爾蒙 其實對治療神經系統 有著明顯的影響 譬如腎上腺素 抗憤的膠感 即會令膠感神經抗憤 令膠感神經作用更加旺盛 所以一旦內分泌失調 治療神經系統也會受到影響 而失去平衡 由於夏時休同時控制 內分泌和治療神經系統 所以你看到 三者之間出現連動的關係 只要其中一方面的功能失調 此消比獎 會影響到其他系統的功能 袁醫生 在中醫方面 是怎樣看治療神經失調的呢 我們都知道 傳統的中醫裡面 不會出現什麼治療神經失調 這些病稱 但當然這不是代表 中醫的領域裡面 對治療神經失調一無所知 事實上 在中醫的古老的典籍裡面 譬如今季要略 看到類似症狀的描述和記載 譬如霉核氣 霉核氣 好像有核頂著喉嚨 這種感覺 狀醋 虛爐 經濟 這些症狀 其實就是所謂治療神經失調的症狀 在中醫裡面很多症狀的分析 都可以看到的 我們知道 在中醫有一種叫做陰虛陽抗 到陰陽兩虛 這些分析的字眼 我知道治療神經系統失調 以上班逐居多 長期壓力多 是導致治療神經失調的主因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出現治療神經失調 在初期有種出現 中醫所謂叫做陰虛陽抗的精兆 中醫所謂的陰虛 其實是身體裡面的負責 滋潤和提供養分的液體 液體是屬於陰的 因為消耗都太過厲害了 所以沒有辦法 和陽 即那個狀氣的活動 是相互的制衡 對抗 以致肌的作用減退 在一般健康正常的情況 我們身體裡面的陰陽 是相對平衡的 兩者是互相制藥的 同時亦都相互協調的 但是一當陰氣虧損的時候 陽氣就會失去制藥 所以產生抗性這種病理的變化 就稱為陽抗 那這個走什麼呢 陰虛就會引起陽氣的抗性 而陽抗呢 也都會使陰液 那個陰液是消耗的主要原因來的 所以這兩個是大家互為因果的關係 是 那麼 緊張的工作 忙碌的生活 經常會令到交感神經 往往比副交感神經活絡得多 那麼長期以來 那個身體的器官 不斷停地進行生理的作用 被身體出現 就出現了所謂的陰虛陽抗 這個症狀 那麼症狀方面 就譬如口苦 口乾 蝕燥 失眠 容易發夢 焦慮 煩燥 容易生氣 體熱 這些這樣的 如果這上面的症狀 還有伴有心跳加速 或者呼吸吸速的現象 那我們做中醫就叫做心陰虛 如果有伴有所謂的 腹射 便秘 消化不良的問題 就我們叫做皮陰虛 如果伴有腋下膏底下肢 胸部前的腫痛感的症狀 我中醫就叫做肝陰虛 如果伴有些咳嗽 我可能就叫做肺陰虛 如果女性出現那個 已經不順的問題 男性有腰症 有遺症的問題 我們叫做肝陰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 治療神經的失調症狀 在中醫裡面 也都有很深厚的 深入的認識 以及處理的方法 如果女性更年期 是否就是會有 治療神經失調症狀 其實沒有絕對的關係 但當然 女性的荷爾蒙的變化 的確會影響過治療神經 譬如有一位女士 五十五十四歲 進入肝炎期之後 發出皮膚 脾氣變得異常暴躁 還有時時感到全身冤痛 又擔心之餘 亦有這位女士 走到醫院裡面進行檢測 結果顯示 她身體健康一切都正常 但她仍然都不能夠放下 在原代半空這種心 奇怪 全身冤痛的情況 是繼續持續 越來越嚴重 當然這個症狀 是典型的治療神經失調症狀 女性的荷爾蒙的濃度 當然會影響 我們身體的治療神經 在外國 譬如不同種族 面臨的金營期症狀 也有不同 譬如白人 白種人容易有潮熱 渡汗 陰道干擀的現象 黃種人相對比較少些 其實根耳其的女性 應該正確了解 根營期症狀 所謂知己知疾百戰百勝 如果知道 將會面臨什麼問題 在生活起居方面 步伐的條理也好 症狀就不會太痛苦 那袁醫生 治療神經失調 是否抑鬱 其實不一定 治療神經系統失調 和抑鬱症 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但當時有些人會問醫生 其實我到底是抑鬱症 或是焦慮症 或是治療神經失調 其實有些病 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問 到底是 治療神經失調 和憂鬱 焦慮症 的精神症狀 其實現實來說 是沒有絕對關係 因為治療神經失調 是一種生理出現的問題 不是等於抑鬱症 但兩者之間所產生的情況 都十分類似 所以抑鬱症患者的情緒 起伏大 和一般人相比 的確是容易引起 治療神經失調 因此很多人都覺得 將兩者混合在一起 那哪些人容易有 治療神經失調 大家都經常說 最主要是壓力 當然抗壓力性比較差的人 追求完美的人 個性急躁和愛擔憂的人 這些人很明顯 很容易遇到這些問題 我知道 生活節奏快速的現代社會 要避免壓力的侵襲 可以非常之難 嚴格來說 只要生活在壓力裡面 而且沒有透過適當的管道 來輸減壓力 其實任何人都可能 面臨治療神經失調的問題 如果要機會率來看 當然就是所說的 追求完美的人 抗壓性比較差 過程的急躁 反應激烈 愛擔憂 愛鑽牛角尖的人 這些是比較容易受到 治療神經失調的問題 剛才說得很清晰 原來治療神經失調 都是壓力影響的 是主要的因素 其實我們一輩子 都是有壓力的 甚至乎是嬰兒 在嬰兒期 我叫做零到五歲 有時都會有母子的關係 例如斷奶 或者媽媽不在 或者兄弟姊妹的其他人誕生 有一種剝奪的感覺 家庭的問題 相親不和 有時 現在很早就要趕她去讀幼兒園 很可憐 很可憐 哭哭哭 我不會有個小女兒 哭足一言 哭足一言 都不習慣 好了 到學童期 都有親子關係 父母的教育態度 家庭和諧的程度 學校生活 有沒有跟老師 和學校的成績好不好 這期都是一種壓力 就是學童期 六歲到十四歲 青春期 青春期 十五歲到十八歲 當然 那個 一半逆的時間 反半期 所以跟父母多數有些爭奪 學校的生活 老師方面 成績方面 社團方面 升學的壓力 高考 考試的成績 也有時有些戀愛的問題 對異性開始產生好奇 青春期的變化 我記得我兒子 有時覺得 嘻 兒子 為什麼你那個 Jesse 這麼沒有 不太老皮 沒有耐性和老爸聊天 兒子 第一句大學 第一年 是荷蒙 哈哈哈哈 沒有射出 他自己也認為 荷蒙影響 好了 到青年期 19、25歲 開始要獨立生活 可能要入大學 學校生活當年 有互相影響 但不如之後 又要就業的問題 戀愛 失戀 人生壓力 到底想做什麼 這個青年期的時候 好了 青年期 要立業 好大壓力 是的 又要競爭 成家垃圾 結婚 生仔 婚姻 配偶不和 抑壓 分居 甚至離婚 這個離婚 跟大家分享過 應該是第二大的壓力 第一就是 傷我的人 死亡 離婚 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大的 因為很大的壓力 因為離婚都很常有 差不多50%婚姻都是 好了 中延期 41至50歲 婚姻配偶不和 可能繼續抑壓 分居離婚 這個情況會出現 事業方面 可能競爭 健康開始了 可能有少少老化 根源期間 開始有病 或者死亡 到那時候 可能雙親 可能有些 可能已經過世了 好了 到51歲 到65歲 我叫做初老期 這個可以說 生離死別 很多婚姻都完全獨立 雙親近親 很多朋友 都可能有些 已經離世了 當然 中老年的離婚 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 尤其是現在的離婚法 分家產離婚法 一出現 其實很多人 都是中延 老延 都會開始罵離婚 好了 生活的改變 退休 經濟不妥 自我認同 和健康方面的慢性 當然 到老 66歲以上 當然健康 自己的健康 和配偶的健康 死別 配偶 近親 朋友的死亡 生活的意義 喪失了 孤獨 獨居 生活的形態改變 可能和子女同住 或者可能不能住 養老女 我們的壓力沒有停過 是的 如果你看到 只要這樣說 其實 治療神經失調 很多人的所謂功能性的病 健康 治療都不好變成嚴重的健康問題 其實背後都是壓力的 我一生裏面其實都是充滿壓力 但當然 我都很強調 其實壓力 不要叫做好與不好的 只不過我們 我們的處理 那個能力 就是視乎我們 壓力和健康的影響 一個人的處理壓力的能力 影響我們到底是正和負能 到底我們怎樣去承受壓力呢 其實在坊間 這本書裏面也有介紹一個 叫做測試壓力承受度的檢查表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拿著筆 拿著筆 我們快快快和大家做一做這個簡單的測試 好 那 有幾分數 譬如這個問題 你覺得 偶爾會有的 有時會有的 就經常會有 和隨時出現的 偶爾就1 有時就2 經常就3 是隨時立即出現 是4 給4分 好了 遇到緊張的事故 能夠冷靜判斷嗎 如果偶爾做到1 有時做到2 經常做到3 隨時做到4 好 個性開朗 比較能夠用正面的態度 體待事物 OK 1 2 3 4 樂於表現 懂得把握的機會 第3 第4 自己覺得生活過得很開心 第5 對於未來充滿期待 1 2 3 4 自己看一下 第6 就是烈愛的活動 第7 懂得欣賞人家的優點 設立人家的缺點 第8 理解力皆能舉一反三 第9 截到來的信 就馬上回信的行動 OK 第10 樂於天命 和滿於樂觀 第11 確認事實 不會亂猜 胡亂猜測 第12 深思熟慮 凡事都好細心 第13 全有感激之心 懂得感謝別人 第14 擁有為數不少的朋友 第15 有些屬於個人的嗜好和興趣 第16 好在意別人的面色 這個就是相反的 如果偶爾在意就4分 有時在意就3分 經常在意就2分 這個分數倒轉 OK 容易事務別人 第17 偶爾事務就是4 隨時事務是1 經常是數落別人 怪責別人 由4倒轉回來數 第19 家庭氣氛不太融合 偶爾出現4 隨時出現1 工作辛苦 負擔很大 偶爾出現4 隨時出現1 如果你的分數是20到39分 抗壓能力就比較低 屬於怕壓力的一種 如果你的分數是40到49分 你的抗壓性就比較一般 能夠承受不少的壓力 好 我們這次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會期待在下一次是繼續的 好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好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好多謝袁醫生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那在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不上身病就搞定自律神經的 多謝袁醫生 好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aling.com.hk